你看過《異形》嗎? 我是指七部異形電影外加所有異形的短片 漫畫 小說 遊戲等同一世界觀的衍生產物 這期 班子貓將把它們全都串聯起來 按照正序時間線 完整復盤異形系列的編年史 本期內容是與異形區專業博主柯達斯基聯合製作 為的就是展現更為豐富的異形世界 整理資料掉落頭髮4965根 小夥伴們能有點贊鼓勵一下嗎? 謝謝大家 幾十億年前被稱為工程師的外星種族 來到遠古時期的地球 它們體型高大直立行走 全身雪白 因此被網友稱為大白 其中一名工程師大意凜然地喝下一種 被稱為黑水的物質 然後他痛苦地倒地掉入水中 他的身體被分解 留下的遺傳基因成為了地球上生命的祈願 這一幕曾經有人說是處形 我敢說一定不是處形 被刪減了工程師長老的片段 完全可以看出它們心意一致 只好漫長的歲月裡 工程師們曾經數次造訪地球 它們的降臨被古人類視作神祭 以各種形式記錄了下來 最著名的莫國瑜一個高大人形生物 矗立在渺小的人類面前 指著天上由六顆星球組成的星系 它們的造訪記錄如下 至少35000年以前到達過蘇格蘭地區 公元前3590年以前到達過蘇美爾 公元前1760年以前到達過赫梯 經敘利亞所在地 公元前1540年以前到達過古巴比倫 公元前2470年以前到達過古埃及 公元620年以前到達過古瑪雅 公元680年以前到達過夏威夷 在電影的病毒宣傳資料裡面可以知道 公元前3000年以前到達過意大利北部的 凡爾卡莫尼卡古 公元前2500年以前到達過 尼尼威縣伊拉克北部 公元100年以前到達過古埃及 公元5世紀以前到達過奇情伊查 曾經瑪雅古國神邦 公元500年以前到達過迪卡爾 也是瑪雅古國的一個大城市 公元600年以前到達過瓦里 秘魯的古代帝國 公元1000年以前到達過墨西哥北部 阿茲特克文明的起源地 到達過查科峽谷古印第安文化發源地 但是當人類攝影攝像技術發達了以後 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工程師了 官方並沒有表述過具體的原因 半隻貓的猜測是 與工程師之間出現的分歧有關 電影《普羅米修斯》片頭出現的是舊式派 後來出現的是滅式派 時光任然 光陰如縮 時間來到了公元1990年10月1日 疫情系列貫穿史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 維蘭德公司的創始人 彼得維蘭德出身 沒錯 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90後 2004年 14歲的天才少年彼得維蘭德 已經擁有了12項註冊專利 2012年 22歲的彼得維蘭德 在美國舊金山成立了維蘭德公司 整合了彼得維蘭德之前的所有專利 成為歷史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2015年 公司成立後第一個商業太空項目 就是在太空中安裝太陽能電池板 新能源項目的成功 使得維蘭德公司獲得了多家風險投資項目的資金 2016年 公司發明了大氣處理器 能夠在極地冰茂上方合成大氣層 可阻止全球變暖 彼得維蘭德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2017年 空間探索項目啟動 普羅米休斯計劃的設想首次被提出 2022年 維蘭德公司的衛生部門 破譯了98%以上癌症的遺傳鏈 可治癒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癌症 彼得維蘭德再次獲得了諾貝爾獎 2023年 維蘭德公司獲得了 首個生化人領域的製造方案 即設備專利 33歲被稱為活著的傳奇的彼得維蘭德 舉行公開演講TED2023 他引進句點提到了普羅米休斯 為人類帶來火種的神話故事 也引用了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裡的台詞 難怪後來的大衛會喜歡 因為爸爸喜歡 維蘭德也順勢推出了 即將打破世俗倫理的仿生人計劃 提出建立更好的世界的理念 這句話後來成為了公司的slogan 2024年 公司研製了全息環境模擬器 古羅米休斯中 維蘭德的視頻影像和賽隆的房間就是這種技術 軍事部門開發出了維蘭德風暴脈衝步槍 射擊距離500米可鎖定跟蹤多個目標 並且可以顯示出目標的健康程度和體質等信息 這個設定出現在了《異形奪命劍》中 2025年 仿生人一號原型機誕生 被彼得維蘭德取名為《大衛》 在普羅米休斯的營銷短片中 有一部是專門介紹法沙飾演的仿生人的廣告 《大衛的誕生》 2026年 公司開發出了能以假亂真的人造表皮 同年 公司投資NASA接管了《開普勒計劃》 一年內發現了6546顆累地行星 這也是普羅米休斯計劃重要的一環 2028年 公司資本增值1000億 創造了世界紀錄 2029年 公司研製出完全自動化大氣處理器 星際殖民成為了可能 2030年 冷凍睡眠系統 Hypersleep獲得了專利 為星際旅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31年 公司啟動了《月球殖民計劃》 2032年 維蘭德科研部的科學家通過反向光譜實驗 發現了比光速還要快的傳播方式 正為FTL並開始實際運用 2034年 公司製造出第一艘超光速飛船 赫里·阿德斯號動力來源於兩個核聚變反應堆 2036年 公司開設下屬學院名為探險家學院 包括生物技術 納米技術 仿生人等研究方向 為貧困生提供助學金 優秀畢業生可在維蘭德公司就職 2037年 公司被評為世界500強企業中 10家最適合工作的企業之一 2039年 公司天文學家發現了環形星代行星Z 後來這顆行星被命名為LV426 宿命一般的死亡之星 也就是一行一發現一行彈一行二 建立殖民地的星球 同年 公司將大氣處理場設在GR667CC號星球 首次在地外行星上創造了可呼吸的大氣層 2051年 公司研發出大型運輸車TR01 能夠適應任何已知地形 車子看著平平無奇 但載重幾乎沒有上線 2052年 公司開發出空間探索車ATVNR6 能夠穿越各種極端的地理環境 這種技術允許科學家和探險隊 前往曾經無法抵達過的目的地 同年 仿生人融入了模擬情感和智商 進一步增強了人類對仿生人的接受程度 2056年 公司開發出機動外露骨骼 《異形2》中雷布里大戰異形女王的作家就是其中之一 2061年 公司研製出自動診斷手術台Metpod 720i 就是普羅蜜修斯中肖安博士用過的那種手術台 2063年 公司開發了3D Live 繪圖技術 可以現場繪製任何地形的3D圖形 普羅蜜修斯中隊員就是用這個技術來繪製飛船內的地形 2065年 公司與美國政府聯合開啟了殖民地 維和部隊訓練項目 即《異形2》中 UCSM殖民海軍陸戰隊的前身 2070年 公司成為奧運會官方合作夥伴 並且成功獲得2091年維蘭德奧運會的主辦權 2071年 公司醫學部門開發出可重啟死者大腦活動的技術 普羅蜜修斯中科學官就是用這種技術激活工程師的腦袋 2073年 公司成立新的部門探索部 目的就是實現彼得維蘭德的宿願 普羅蜜修斯計劃 找到人類的造物主 2089年 肖安博士和她的丈夫哈羅威博士 在蘇格蘭某地發現了古人類描繪工程師的壁畫 電影《普羅蜜修斯》的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講起 兩人結合了早先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 確認這個新群坐標是真實存在的 其中的一顆行星被命名為LV223 肖安博士通過網絡堅持不懈地給大富豪維蘭德留言 說了許多關於人類祖先生命起源的種種 成功吸引了年歲近百新疆舊木的皮德維蘭德的注意 這一幕出現在普羅蜜修斯的營銷短片《近年系統》中 一年後的2090年 維蘭德公司的探測器到達了LV223星球 被某種人形生物一角踩碎 你猜那是什麼呢? 這一年普羅蜜修斯計劃正式啟動 前後共耗資一萬億 皮德維蘭德不顧董事會的反對 執意要啟動普羅蜜修斯計劃 為此他甚至出讓了自己控制的部分 維蘭德集團的股權 以及兩個董事會的席位 所有集團資源被調配到了這個計劃當中 當時許多設備都還處於研發的狀態 但是維蘭德集團用其非凡的工業能力 在一年內完成了大部分原型機的測試 如果不是發包給了中國的團隊 可能誰都做不到 2091年8月2日普羅蜜修斯號正式起航 該型飛船設計搭載16人 實為17人 預計航行時間超過兩年 目的地LV223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遙遠的星際旅行 彼得維蘭德對外封閉了自己也在飛船上的消息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的行蹤 同年公司公開宣布 創始人彼得維蘭德爵士逝世 享年101歲 2092年1月7日 異形系列另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艾倫·雷普利出生在月球上的奧林匹亞殖民地 2093年12月25日普羅蜜修斯號抵達LV223 眾人在星球表面發現了工程師留下的酷似甜甜圈的大型飛船 並在其中發現了神秘的黑水 以及還在冬眠的工程師 在科考的過程中部分船員遭到了黑水的感染而產生變異 心懷鬼胎的仿生人大衛 更是讓肖恩博士的丈夫哈洛衛博士喝下了帶有黑水的威士忌 而哈洛衛在喝下黑水之後 當晚又與肖恩博士酣長淋漓的啪啪了一夜 肖恩博士原本是不孕不育的體質 但啪啪完第二天竟然懷孕了 並且不到10個小時就零產 他果斷用普羅蜜修斯號上的醫療機給自己做了拋腹手術 舉出了腹腫的胎兒 但胎兒顯然不太對勁 不僅沒有一點人形根本就是一個怪物 因為造型原因後來被稱為三葉蟲 隨著調查的深入人們逐漸意識到 這個星球上並沒有人類被創造的美好傳說故事 這裡只是工程師製造生化武器的試驗場 而工程師的下一個目標正是地球 一心想求解永生之謎的維蘭德 也被蘇醒過來的工程師當場拍死 享年103歲 為了阻止工程師將生化武器帶到地球 古羅蜜修斯號與甜甜圈同歸於盡 而肖恩博士誕下的三葉蟲已經迅速長大 三葉蟲纏上了氣急敗壞的工程師 將導管插入其口中 最後從工程師體內孵化出了一個全新的異星 迪肯直式 學名Protomorph 同年 肖恩博士帶走了仿生人大衛的殘骸 登上另一艘甜甜圈飛船 前往工程師的所謂的木星 天堂星 飛行途中 肖恩博士修復了大衛的身體 因為接下去無論是操作導航系統 還是使用工程師的東棉艙 都需要大衛的幫助和參與 隨後漫長的旅途中 肖恩博士進入了休眠 大衛則獨自在陌生的工程師飛船中徘徊 探索著這些所謂造物主的秘密 這幕出現在短片《十字路口》中 2094年 月球上爆發了XMB病毒 導致雷普利所在的殖民地 開始了長達16年的隔離 2095年 大衛駕駛甜甜圈到達了工程師的母星 他並沒有喚醒東棉中的肖恩博士 而是將成敦的黑水灑向星球 星球上的工程師們在接觸到黑水以後 紛紛被解體 隨著黑水物質的擴散 整個星球很快淪為一片焦土 隨後大衛在工程師的城市裡 建立起了自己的實驗基地 探索他們的文明秘密 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大衛竟然殺死了蕭恩博士 並將他當成自己培育新型物種的實驗工具 疫情契約的番外短篇 大衛的實驗室就揭露了實驗室裡發生的可怕真相 這個短篇信息量比較大 揭示了大衛想要自立為王的野心 2098年 儘管維蘭德公司竭力掩蓋 普羅米修斯計劃失敗的消息還是不進而走 集團股價大跌甚至引發了一次金融危機 董事會決定啟動針對普羅米修斯計劃的內部審查 並對早前收到的普羅米修斯號傳回的警告信息 進行分析 人類第一次了解到了 還有另外一種智慧種族的存在 不過由於信息量不足 無法準確判斷這個智慧種族的基本情況 只好不了了之 2099年 維蘭德公司在仿生人專利案上 擊敗湯古出世輝社 並收購了湯古的全部股權 將其所有仿生人技術納入到自己的旗下 在次年成功推出了新一代的仿生人 憑藉新型號仿生人在世界各地大放一載 維蘭德-湯古集團成功挽回了普羅米修斯計劃 失敗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100年元旦 維蘭德-湯古集團在其火星基地宣布 他們即將開啟下一步的人類殖民計劃 此時 人類已經在太陽系內多個行星建立了殖民地 集團將帶領人類走出太陽系 邁向宇宙的更深處 2011年 殖民地海軍陸戰隊 USCM成立 一行二中出現的部隊就隸屬於這個組織 2013年 宰客術可達千人的超光速飛船《契約號》建造完成 並成功駛航 期間遭到了一些反殖民人士的阻撓 甚至是襲擊 他們認為人類向外拓殖會招致未知的災禍 古羅米修斯號就是最好的例子 同年針對這些恐怖襲擊 集團成立了自己的安保公司 後來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武裝集團 再過一年 2014年 電影《異形契約》的故事從這裡開始 《契約號》在飛往新殖民星球的過程中 收到了一段奇怪的信號 後來被確認為是蕭恩博士的聲音 結果《契約號》放棄了他們原來的目的地 轉向蕭恩博士信號的來源地 因為那裡離得更近 適合人類居住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那顆被稱為天堂性的星球上 專員們被一種黑色包子感染 隨後在他們體內孕育出了異形生物《雪豹者》 他們撕裂宿主的背部來到這個世界非常之血腥 這是人類首次與異形生物接觸 遭遇了首次《異形殺人事件》 此時仿城人大衛的實驗已經接近完成 他將那些被引誘來的船員當作試驗品 用自己創造的爆臉蟲感染了他們 注意啊 人們兒時的噩夢爆臉蟲正式登場了 面對未知的爆臉蟲 船員們防不勝防 與爆臉的惡運不急而遇 進而誕生出了第一批真正異常的異形 被稱為初代變體 這和異形一中的異形還是有所不同的 一出生就有完整的人形態 只不過個子較小 於是又引發了一系列 異形殺人事件 最終在眾人皆不知情的情況下 大衛賈班辰和他一模一樣的生化人 沃爾特登上了契約號 在所有倖存者進入冬眠後 大衛熊啾啾氣昂昂的接管了整艘契約號 想想真是寒毛孔發涼 所有船員都將成為大衛血腥實驗的犧牲品 短片大衛的實驗室結尾暗示了休眠中的女主角丹尼爾 很可能將成為異形女王實驗的犧牲品 2110年 雷普利所在的月球殖民地終於解除了隔離 雷普利重活自由 此時她18歲 之後她在紐約航空大學獲得了工程碩士的學位 並在澤蘭茲尼心上的海軍服役 主職是副駕駛 離開部隊後 雷普利進入了維蘭德唐古集團 再後來她和一個名叫艾里克斯的男人結婚 2112年夫婦倆在旅行的過程中意外懷孕 這其實違反了維蘭德公司的規定 但雷普利還是堅持把孩子生了下來 是一個女兒 群名Amanda 也是異形系列的重要角色之一 遊戲異形隔離以及漫畫異形反抗的女主角 2116年 異形一中那艘M級商業拖船 諾斯托羅摩號建造完成 2120年 接連兩次太空計劃的失敗 嚴重打擊了維蘭德唐古集團 雖然他們仍舊沒有放棄在殖民技術方面的探索 但已經把主頁轉向了資源裁決 諾斯托羅摩號首航前往提圖斯新區 這種長300多米的大型飛船 可以拖拆萬噸貨物進行超光速巡航 同年 維蘭德唐古集團遊說美國政府立法 規定每艘在美註冊的商業飛船 都需要配備一名仿生人 此時的維蘭德公司究竟還是不是人類在控制 已經不好說了 畢竟人工智能大位已經覺醒了 不久後 雷伯蒂成為了諾斯托羅摩號上的第三指揮官 2122年 諾斯托羅摩號即將起航前往土衛時執行任務 逐罰前 雷伯蒂曾經向公司提出過休假的申請 想和女兒多待一段時間 最終與公司的協商結果是 執行完這次任務後就專家 可誰又會料到這一別 竟然就是與女兒的生理四別 第一部異星電影的故事也從這裡誕生 2122年6月 在返航途中 諾斯托羅摩號的船員 被一段來自LV-426星球的求救信號 從休眠中喚醒 按照規定 船員必須啟動調查程序 否則一分錢報酬也拿不到 可能還要罰錢 所以他們不得已降落在了當時還未開發的LV-426星球上 信號來自一艘外星人的飛船 太棒了 又一艘甜甜卷閃亮登場 諾斯托羅摩號的船員在那裡 發現了成千上萬顆異星彈 一名船員在近距離觀察時被爆臉窗撲裂昏迷了過去 飛船上隨行的仿生人Ash違反了隔離檢疫規定 將該名受感染的船員帶上了諾斯托羅摩號 異星破凶而出 造成異星殺人事件 最終導致除了女主角雷普利和她的貓以外 全體船員的死亡 包括仿生人Ash自己 不過她是機器人 後來才知道她已經把自己的AI上傳到了救生艇上 雷普利啟動諾斯托羅摩號的自毀程序 想要殺死異星 但不料狡猾的異星卻跟著雷普利一起登上了救生艇 雷普利引出異星打開氣密槽門 最終成功放逐了異星 完成了對異星的First Blood 終結了這場噩夢 而被稱為完美生命體的異星並不知道 他們被這個名叫艾倫·雷普利的女人支配的噩夢 在剛剛開始 若干年後 維蘭德湯古集團收到了飛船AI發回的 關於外星聲明的信息 被作為絕密文件保存了下來 下落不明的諾斯托羅摩號和其他船員被定義為失蹤 2127年 《異星1》的故事發生的5年後 維蘭德公司的太子爺 邁克爾·畢曉普·維蘭德出生 他就是《異星2》中仿生人主教的原型 在電影《異星大戰鐵血戰士》裡 導演還特意找來了飾演主教的演員來扮演維蘭德老闆 親自帶隊探索南極的異星達成了千里送人頭的成就 不過兩個宇宙的時間線完全不一樣 只能算是題外話 當時維蘭德家族已經基本失去了對集團的控制權 董事會只給維蘭德家族保留了一個榮譽董事的席位 但是長大後的畢校普維蘭德展示出了非凡的營商天賦 不但帶領家族重新奪回了集團的控制權 還拓展了公司與軍方的合作項目 這都是後話了 2130年公司開始建設新門空間站 2137年《異星1》故事發生的15年後 一艘名叫安尼斯多拉號的私人升空打撈船 停泊在了塞瓦空間站 意外找到了諾斯多羅摩號的殘骸 在其中發現了飛行紀錄仪 船員們希望通過飛行數據找到整艘飛船和他託運的貨物 但是信錶卻將他們引向了LV-426 沒錯就是《異星1》厄運開始的那個地方 在LV-426星球上人們遭遇了類似的事件 英零船員被暴斂蟲襲擊 不過他們將其置於東聯艙內 希望能究竟尋求意料協助 於是他們進入了塞瓦空間站 遊戲《異星隔離》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 而這個遊戲講的就是雷浦里女兒Amanda的故事 完美彌補了雷浦里在宇宙中飄蕩時的空白 這一年異星女主角雷浦里的女兒Amanda-Lay浦里25歲 也就是說雷浦里已經飄蕩了15個年頭 Amanda同樣為維蘭德湯古集團工作 她偶然間得知在往空間站 可能巡獲了其母親當年服役的諾斯特羅摩號的飛行紀錄仪 於是她決定前往那裡探明真相 但是登上空間站後發現 那裡已經發生了變故 有一種異形生物正在襲擊人類 而大部分空間站工作人員要麼已經死亡 要麼成了東躲西藏 為了求生而變得狂亂的拾荒者 幾番死裡逃生的經歷後 Amanda發現公司其實想要保證空間站上那些異形的安全 而致員工的安危與不顧 於是她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消滅空間站上所有的異形和它們的亂 在一些船員的幫助下 Amanda成功用反應爐摧毀了異形的巢穴 但是由於引擎超負荷 軌道維持系統失靈 賽瓦空間站最後墜入了附近行星的大氣層 Amanda搭乘飛船逃走 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沒錯 異形也跟著她上了飛船 無奈之下 Amanda穿上了太空服 將自己和異形一同吹出了飛船 漂浮了三天後 Amanda被維蘭德公司派出的緊急醫療隊巡獲 他們將其帶往一個秘密研究機構 曼德空間站 在這裡 Amanda發現 維蘭德公司已經獲得了異形的基因樣本 並試圖培養自己的異形 同樣是在2137年 Amanda的好友祖拉亨德里克 也陷入了一系列和異形有關的事件裡 她曾經是殖民陸戰隊的成員 但是一次意外事故 卻讓她的脊柱受到了嚴重的損傷 原本璀璨的人生只剩下了一眼就能望到頭的灰暗 但在一次支援任務中 祖拉遇到了具有自我意識的仿生人戴維斯 然後和她開啟了一場尋求異形源頭的冒險之旅 三年後2140年 漫畫《異形抵抗》的故事開始 依然是雷布里女兒Amanda的故事 回到地球的Amanda執著於揭露 維蘭德湯古集團的陰謀 但是苦於沒有證據 而且極端在地球上的影響力 也不是一個普通機械工程師可以扳倒的 後來她找到了一個暗中反抗 維蘭德湯古公司的秘密組織 其中的成員還是她曾經的好友祖拉亨德里克 隨後他們便一直與維蘭德公司戰鬥 尋找和破壞公司的秘密研究據點 銷毀還在進行中的研究資料 漫畫《異形救援》的故事也是這場行動的事件之一 Amanda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兩人結婚後她改姓了麥克·蓮恩 2142年《異形一》故事的20年後 新電影《異形奪命劍》的故事開始 父親號太空燦在諾斯托洛魔號殘骸的附近 發現了被雷普利用魚叉槍射出去的那隻異形 誰能想到那隻已經在太空中飄蕩了20年的異形 竟然還沒有死 被捕獲後 未來的公司的人對異形進行了逆向研究 研發出了逆天的類似黑水的Z01化合物 擁有能重組基因的功效 公司給到大家這麼做的理由是 因為人類太過於脆弱 根本不適合星際殖民 人類必須進化為更完美的生物 然而研究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事故 異形暴走 發生異形殺人事件 整個太空戰也被遺棄 160天後正片開始 女主角瑞恩以及她的小夥伴們想要通過自己的辦法 離開環境惡劣的殖民星球 她們發現了飄在太空中的復星號太空站 決定到太空站偷一些設備 自己去其他的星球生活 於是就遭遇了異形殺人事件 其中一名冰死的女船員 對自己注射了類似黑水的化合物 彈下一個包在異形蛋裡的嬰兒 嬰兒快速長大成為 長相如同人類的新型品種Ofspring 女主角瑞恩制鬥性異形 最終戰勝異形 帶著仿生人兄弟飛望了下一站 同樣在2142年漫畫《異形啟示錄》的故事 艾格特楚婆是一個資深的太空研究專家 有一隻貓頭鷹夥伴 一次他接到委託去搜救一個博士 他和團隊在一顆工程師廢棄的星球上 遭遇了異形殺人事件 但最終還是找到了博士 並且在這裡發現了一個活體工程師 這個工程師和我們在普羅米修斯中見到的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漫畫其實出得更早 更貼近異形一中的工程師形象 此時的博士已經完全癡迷於異形 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他曾經犧牲自己的船員來研究異形 所以博士拒絕了營救 騷亂中營救隊裡一個被維蘭德公司 篡改過代碼的仿生人 偷偷讓異形感染了工程師 於是創造出了比普通異形大得多的工程師異形 光他的一隻手就有一隻異形那麼大 最終就包括女主在內的兩名船員成功逃離 其餘人員全部遇難 2145年漫畫《異形煉金術》的故事 艾莫森號營救飛船爆發了一場傳染病 成年船員紛紛死去 只剩下的孩子們和照看孩子們的仿生人保育員米克 兩年後飛船找到了一顆移居的星球 米克帶著孩子們在此建立起了艾莫森小鎮 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仿生人米克被奉為第一教父 然而廢棄的飛船上異形生命體已經誕生 等待著有緣人的到來 2156年異形解凍的故事發生 和之前的故事不同的是 這是漫威接受了異形的版權之後創造的故事 一艘被異形佔領的飛船在LV695號星球坠落 原本生活在這裡的雪獸全都成為了異形的食物 而他們繁衍出的雪異形卻和普通的異形視如水火 兩個族群經常會爆發大規模的戰爭 直到最後都被冰雪掩蓋 陷入了折服狀態 時間來到2159年異形一故事的37年後 小說《異形走出陰影》的故事開始 深空採礦船馬里陽號上的礦工 在LV178星球地標採決的時候遭遇了異形殺人事件 此時依然漂浮在太空中的雷普利所乘坐的救生艇 檢測到了馬里陽號發出的求救信號 救生艇上仿生人的AI使用了最後所剩不多的動力 朝馬里陽號飛去並與之接駁 之所以救生艇做出這種自殺性的行為 是因為仿生人S仍舊想要完成公司交給他的任務 將異形帶回組織 他的耿耿中心也真算是日月可見了 解剖之後雷普利從冬眠中醒來 他發現自己雖然獲救但卻身處另一場漩渦之中 而且仍舊與異形有關 這裡的異形似乎與雷普利之前在諾斯托羅摩號上遇到的種類不同 體型更小類似大型獵群 馬里陽號上的眾人唯一的逃生機會 就是登上雷普利的那艘救生艇 但是一番折騰以後 依然只有雷普利和寵物貓倖存了下來 再次飄荡在浩瀚的宇宙之間 極大人最大的貢獻就是把飛船上仿山人S的AI給刪除了 而雷普利也要求技術人員清除了自己關於異形的記憶 想要好好活下去 一年以後 2160年 行星LV426被維蘭德湯古集團買下 很快就開始了大氣層改造 包括技術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在內 公司向那座星球移民了超過70人 這個LV426正是《異形1》裡 船員們發現田田圈飛船的星球 又過了18年 2178年 雷普利的女兒Amanda去世了 享年66歲 2179年 《異形1》故事發生的57年以後 電影《異形2》的故事開始了 飄荡在宇宙間的雷普利被搜救隊巡獲 維蘭德公司確認他是諾斯托羅摩號上的飛行官 艾倫·雷普利少尉 一臉懵逼的雷普利記憶已經被清除 但是經過維蘭德公司聯絡員卡特伯克的撩撥 慢慢回憶起了異形1裡發生的事情 雷普利在聽證會上再次向仲裁委 闡述了自己炸毀諾斯托羅摩號的原因 是要消滅疫情 但他的辯解完全是徒勞的 聽證會過後 雷普利被永久剝奪了少尉的軍銜 以及駕駛飛行器的權利 這樣雷普利懊惱不已 不久之後一份加密信息被發往LV426 其內容為一串未知坐標 要求當地的殖民工程師派人前往該坐標調查 小說異形痛苦之河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主人公是異形2中的小女孩紐特 講述的是她如何在充滿異形的LV426殖民地倖存下來的故事 在LV426不出意料地與公司中斷聯絡後 卡特伯克再次找到了雷普利 要求她配合陸戰隊前往調查事情原委 並用重新恢復駕駛飛行器的資格誘惑雷普利 這下雷普利終於是忍不了了 來到LV426以後 對異形一無所知的陸戰隊很快就因為自己的輕敵而付出代價 面對動作敏捷力量巨大 渾身是強酸血液的異形 陸戰隊第一次與異形交戰便傷亡慘重 經過幾番激戰 雷普利在異形的巢穴中救出了殖民地唯一幸存者 小女孩紐特 並且在飛船上操縱工業機器人再次放逐了追上飛船的異形女王 該次事件有四名幸存者 女主角雷普利 小女孩紐特 西克斯夏世 和放生人主教 但是先前躲藏在戰艦上的異形女王產下了幾顆異形蛋 一隻躲藏在陰影中的暴戀蟲破壞了雷普利的冬眠艙 在其體內種下了一個異形女王的胚胎 在異形2的結尾處有一個聲音彩蛋 沒有畫面 只聽到了暴戀蟲挪動的聲音暗示了暴戀蟲寄身雷普利的行為 同樣在2179年漫畫《異形火與石》的故事開始 LV426星球哈德里殖民地遭遇異形殺人事件後 一對星際礦工駕駛飛船逃離星球 好巧不巧 獲降在了LV223星球上 就是普羅米修斯故事發生的那個星球 其中一個名叫羅素的科學家 發現了80年前韋蘭德公司使用過的偵查設備 然後從數據庫裡獲得了大量的資料 他發現這顆原本荒涼的星球 只用了短短的80年就出現了需要數萬年才能夠進化出的動植物 堪稱神技 而整片森林都是圍繞造物主的飛船 蔓延出來的 在這裡他們再次遭遇了異形的襲擊 也發現了另一個活著的工程師 羅素甚至還研究出了黑水的作用 它就好像是能夠快速改變DNA的誘變劑 讓細胞在短時間內便發生突變 完成了可能數萬年才會出現的進化 這種變異和普羅米修斯中的很像 同年異形3的故事發生 雷普利他們乘坐的救生艇墜毀在了狂暴161星球 那裡是關押雙歪染色體重刑犯的監獄 救生艇上的爆裂蟲找到機會感染了監獄裡的一隻寵物狗 也有的版本是一頭牛 從它的體內孵化出了奔跑者Runner 體型更小更靈活 這隻小異形用隱蔽的行動給監獄人員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同時雷普利也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可能已經被種下了異形的胚胎 他利用救生艇上的掃描儀掃描身體之後 確認了體內有一隻異形的存在 同時該掃描信息被回傳給了維蘭德公司 一隻醫療小組火速派往了狂暴161 等到維蘭德公司的醫療小組到達現場的時候 小異形已經被雷普利和其他的幸存者利用熔爐內的高溫金屬殺死 不過維蘭德公司更希望得到的是雷普利體內的異形女王 為此邁克·畢小普維蘭德親自來到現場 就是和主教長得一模一樣的那個維蘭德 但是雷普利沒有給他們機會縱身跳進了熔爐 與異形女王同歸於盡 2180年遊戲《異形殖民海軍陸戰隊》的故事開始 《異形2》中士兵發出的救救信號得到了殖民陸戰隊的響應 派出斯芙蘭號飛船 在這一個迎擊規模的部隊以及核彈頭前往環繞LV426星球的蘇拉克號 進行調查 結果遭遇異形殺人事件 與此同時維蘭德湯古公司也派出僱用兵 企圖控制住蘇拉克號 研究飛船上的異形 最終畢小普維蘭德還是獲得了重要的信息 而1994年 維蘭德湯古集團執行總裁麥克·畢小普維蘭德去世 與此同時 公司正面臨一系列針對其殖民開發方面的訴訟 維蘭德湯古開始走向衰敗 時間來到2195年 繼續異形解凍的故事 一艘以家庭為單位的獨立科考船來到了LV695 科學家巴蒂為了緬懷自己的丈夫 竟然把異形細胞植入自己的體內 希望能生下一個混血人類 但是卻意外地喚醒了蛇伏的異形 最後只有一個名叫扎莎的女孩活了下來 200年又一個漫威的故事 在維蘭德公司的Epsilon空間站秘密研究出了全新的異形 它們被稱為Apex 因為這種可怕的生物擁有比普通異形更大的體型 還生長著兩對巨大的雞腳 就像是恐怖故事也才會出現的惡魔 而更可怕的是 只要被異形寄生過的人 就算胚胎已經被手術取出 也會不斷地夢見異形女神 它邪魅的眼神中似乎沒有任何的感情 但卻又好像充滿著邪惡的渴望 彷彿是宇宙中一切黑暗的化身 時間來到2002年 異形開始在宇宙中蔓延 在異形復蘇的故事裡 一顆被命名為Aridized的小行星也遭到了異形的襲擊 它們在這裡進化出了全新的形態 從異形卵裡誕生的不再是暴斂蟲 而是一種長滿獠牙的幼崽 它們能直接進入人類的體內 直至法語為完全體 同樣是2002年小說《異形滲透者》的故事開始 主人公提莫西博士在維蘭德大學獲得異人類學的博士學位 他是普羅米修斯中肖安博士和哈羅威博士的小迷弟 後來博士被派往LV895行星的帕拉研究站進行研究工作 在這裡進行著一系列與異形有關的生物武器實驗 由於間諜滲透進了研究站 實驗生物脫逃造成異形殺人事件 這本小說是異形火力小隊精英的前傳故事 遊戲劇情就是玩家以殖民陸戰隊員的身份 被派往出世的LV895行星進行調查 當然又會反覆遭遇異形殺人事件 不過也能夠發現更多有關維蘭德公司的秘密 以及探索更多外星遺跡 2008年漫威的《異形後代》延續了《異形解凍》的故事 LV695最後的幸存者扎沙 在13年之後再次回到了這顆星球 和它同行的還有 維蘭德湯古公司的繼承人湯古君 然後他們卻喚醒了沉睡的血獸 整個團隊全軍覆沒 2014年在漫威的《異形魚波》裡 出現了一群自稱XM的極端分子 他們認為維蘭德公司是掠奪資源 壓榨大工人的罪魁禍首 該是四處襲擊公司旗下的空間站 XM組織來到了LV426星球 想要探索已經變成廢墟的哈德里希望基地 但這裡卻因為大氣處理器爆炸之後 產生的輻射而進入了河冬天 在這種極度嚴寒的環境中 異形再次變異 他們渾身晶瑩如玉 不斷散發著寒氣 就像一塊活動的冰雕 血液也不再是強酸 而是能把物體瞬間凍結的液氮 217年漫威《異形伊卡魯斯》的故事爬身 一群覺醒了自我意識的生化人 前往Demite二號星球尋求治療瘟疫的解藥 這是一種從變異的女王體內取出的物質 他們在這裡遭遇了異形的襲擊 一個名為利的女人 在輻射和黑水的雙重作用下身體發生了變異 意外的進化成了超越人類的高等級生命 它對異形生物有著某種血脈上的壓制 彷彿是高高在上的生命 2019年 《異形2》的故事發生40年後 漫畫《古羅米修斯火與石》的故事開始 古羅米修斯計劃被重啟 文蘭德公司再次派員前往LV223星球考察 到達目的地後他們進入叢林探索 此時的LV223星球已經被黑水污染 許多生物都發生了可怕的改變 所有動物都長著一副生人物境的模樣 整片森林都透露著詭異 他們還發現了曾經從哈德里殖民地逃到LV223的飛船 此時飛船裡的異形正蠢蠢欲動 他們進入飛船探索 結果又遭遇了異形殺人事件 探險隊又找到了一艘工程式的飛船 一個叫迪亞哥的男人擺解了一把 工程師牛逼到不行的武器 發現飛船上正在製造各種奇怪的生物 也發現了工程師的存在 它正在清理異形 而這些似乎是實驗失敗的產物 工程師收拾了飛船上的異形 接著又收拾了飛船上的人類 非常公平公正 另一邊有船員找到了羅素留下的 關於黑水的研究資料 一名研究人員將黑水注射進了一個 名叫埃爾登的仿生人體內 埃爾登雖然是仿生人 但它的身體構造有很大一部分 與人類相似都是肉長的 結果黑水還真的在埃爾登的身上發生了反應 經過一系列的異變成為了一種新的異形 並且這個仿生人的自我意識 似乎也開始覺醒了 甚至想要報復一下 讓自己變成怪物的人類 最終它進化成了四隻手的怪物 但也慢慢恢復了清醒 回到人類身邊 再後來主角團進入了一座肉山的內部 它原本是電影《古羅米修斯》裡 從造物主體內誕生的直視一行 在黑水的催化下開始不斷膨脹 最終包裹住了飛船 它仍然具有意識 體內流淌著黑水和酸液的混合物 任何誤入的人都會被消化 最後阿爾登決定與肉山融為一體 用自己的意識為其他人打開了一條出口 但它卻永遠的留了下來 200年漫畫《生與死》系列的故事開始 殖民陸戰隊抵達LV797號小星星 打算開展新世界殖民計劃 卻在叢林裡發現了一艘工程師的飛船 裡面竟然還有一名活著的工程師 而沒想到的是 鐵血戰士一族也出現在了這顆星球上 為了獲得造物主的科技 人類和鐵血戰士大戰了一場 誰也沒有占到便宜 戰鬥之中 飛船被生化人意外啟動 正在休眠的工程師也蘇醒過來 開始朝著預設好的坐標行駛 而它的目標正是LV223星球 飛船在古老的建築旁降落 裝上一批由另一個工程師送出來的黑水之後 就再次起航 從這點上能夠看出 LV223應該是工程師一族的基地 飛船的目的地是地球 運送的這批黑水也是用來清除人類的 因為在飛船的壁畫上出現了工程師造人的歷史 他們一直在宇宙製造各種生命 但現在看來人類應該是失敗的產物 所以才需要清除 好在生化人和其他幾個人類 一直躲在工程師的飛船上 當它陷入休眠之後 就破壞了飛船的導航系統 讓人類暫時躲過了被清除的危機 後來殖民陸戰隊也跟著來到了LV23 於是不出意料地再次遭遇異形殺人事件 他們在這裡遇到了火雨石故事裡的迪亞哥 這個傢伙用剪刀的工程師武器化解了危機 工程師也出現在人類面前 雙手持槍朝人類射擊 而人類武器幾乎對工程師的鎧甲造成不了任何的傷害 這樣的動靜引起了異形女王的注意 於是乎強者和強者幹起了架來 最後同歸於盡 在此之後大批量的異形湧現出來要進攻人類 鐵血戰士一組也追了過來和人類一起抵擋異形的進攻 人類之中有一個女人叫做克瑞斯 體內寄生著異形女王的胚胎 普通的異形不敢攻擊她 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引爆炸彈 這才擊退了異形大軍 可是那個和異形女王同歸於盡的工程師並沒有死 她開始獵殺剩下的人類 最後主角團用黑水腐蝕了工程師的鎧甲 才終於將擊打敗 二二三五年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導致維蘭德湯古集團 在生物技術領域遲遲沒有突破 他們的仿生人技術已經被其他競爭者對手趕超 另外經過漫長的訴訟 許多在殖民開發時期針對平民的不法侵害案件都浮出了水面 集團面臨巨額賠償的同時還被口註筆發 董事會不得不批准公司出售股權 經過一系列談判最終沃爾瑪集團收購了其60%的股權 成為控股股東 維蘭德湯古的核心資產生物技術部門 被重新併入沃爾瑪旗下的生物科技公司聯合軍事系統 二二九三年競爭對手里德頓公司 推出了更先進的超光速引擎 維蘭德公司丟失了新系聯盟的大訂單 二三零六年阿萊西亞集團的仿生人獲得了公民權 維蘭德公司仿生人業務遭受致命打擊 經濟形勢每況愈下 二三五二年公司被完全收購 維蘭德湯古不復存在 公司的科研部門併入了聯合軍事系統 之後異形四里複製雷普利克隆異形女王的主導者 已經不再是維蘭德公司而是聯合軍事系統 公元二三七九年 異形三的故事發生200年之後 異形四重生的故事開始了 聯合軍事系統利用早先維蘭德公司在狂暴161 收集到的雷普利的血液樣本 企圖克隆出雷普利 二三八一年 經過一系列失敗嘗試後 成功克隆出了雷普利八號 雷普利的身體不但被完美的複製 而且體內的異形女王也一併被完美克隆了出來 聯合軍事系統的科學家們通過手術成功取出了女王胚胎 他們計劃利用女王繁殖出更多的異形供她們研究 雷普利八號因為基因與異形相混合 不但擁有了強大的再生能力 連血液也和異形一樣擁有了腐蝕性 並且能夠與其他異形產生心靈感應 他對過往的經歷還有一些模糊的記憶 被科學家認為是異形基因當中某種代際相傳的特異功能 人類對異形的研究不出所料的產生了意外 空間站裡的13隻異形脫逃 發生大規模的異形殺人事件 異形女王因為有了雷普利八號的人類基因 繁殖方式從卵生進化為了胎生 這對異形來說算是一種革命性的進化 曾經一個異形的誕生流程相當之繁瑣 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都會導致異形胎死腹中 現在可以一步到位了 新生的異形和之前的異形在外形上大不相同 兼具人類可異形的特征 不僅有鼻子和舌頭 還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乍一看還有一點蠢萌 被稱為白金異形 經過一番辨認 新生體並不認為生下自己的異形女王是自己的同類 一巴掌拍裂了異形女王的腦袋 反而轉頭將雷普利八號當成自己的母親 雷普利八號利用自己腐蝕心的血液 在飛船的船體上開了一個洞 將新生體吸進了太空 幸存者們則跟隨飛船一起迫降到異形宇宙裡 一顆陌生的星球 地球 到這裡電影的故事情節已經全部講完了 但異形的故事還在延續 數年之後一起回到地球的生化人科爾 再次找到了雷普利八號 他已經加入了一個反公司的組織 致力於和那些基於異形的勢力抗爭 雷普利八號和科爾一起潛入黑星基地 這裡也正是他誕生的地方 他們發現黑星基地已經被一群終結者佔領 天網利用異形的基因製造了大量的新型終結者 他們神區更加巨大 但動作卻和異形央敏捷 而且體表還包裹著一層堅韌的負荷材料 就連鐵血戰士的腕韌也無法斬破 最後 雷普利悄悄地跟著終結者進入了逃生艙 他是天網最後的終端 雷普利打不過終結者 只能劃破自己的皮膚 用酸血腐蝕動力核心 最後和天網同歸於盡 這個故事腦洞比較大 大家可以當成一個彩蛋 2045年漫畫《異形煉金術》埋下的霍根 終於爆發 建立了100年的艾摩森小鎮 發生大規模的疫情殺人事件 而背後的真相令人發知 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下控制人口 艾摩森的精神領袖 一直在使用廢棄飛船上的異形 而知道真相的仿生人米克 則被弄殘後囚禁了起來 直到米克被人發現 發現者了解異形的存在後 找到廢棄的飛船 掃平了這裡的遺患 295年 在漫畫《異形死亡軌道》的故事裡 一艘貨運飛船突然降落在了 斯法里亞空間站上 其中的船員全部被異形寄身 導致整艘空間站爆發了一場可怕的災難 最後只有一個男人活了下來 但他乘坐的休眠艙卻失去了動力 只能在漆黑的宇宙裡飄倒 2497年 《異形小說三部曲》第三部 《異形悲傷之海》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雷普利的後人艾倫黛克 艾倫黛克作為星際貿易聯合會的專員 前往LV178進行調查 竟然在被稱為悲傷之海的 被嚴重污染的礦景中 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異形巢穴 艾倫黛克發現這裡的異形 似乎都對自己特別感興趣 執著地想要將其捕獲 聯合軍事系統的科學家告訴他 異形的記憶可以在代季之間遺傳 而且可以感覺到他就是雷普利的後人 最後死裡逃生的艾倫黛克和一些幸存的共用軍 成功帶著一隻異形樣本逃出生天 異形宇宙的時間線到此算是花上了一個休止符 你期待他有更多的延續嗎 對於異形你還有什麼想要了解的嗎 請給視頻點個贊 評論區裡來追根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